剧中邱老爷子是真的狗 他当初立委托书委托邱浩儿 做代主席其实也并非真心的 只是想要敲打他的二儿子 邱首义和孙子邱志斌 让他们稳下心来 好好干 而且他还立有遗嘱 一旦他嘎了 估计遗嘱上的真正继承人 不是邱首义就是邱志斌呀 剧中其实他本来立委托书的时候 是想要委托邱首义或者是邱志斌的 但是邱首义和邱志斌两个人干的事 实在是让他太生气了 所以才突然改变了主意 因为之前邱首义竟然已高于市场价的三倍 拍下了一块地皮 这已经让邱老爷子很不满了 然而之后邱首义竟然还想着用这块地皮来开赌场 这完全违背了邱老爷子不开赌场的原则 所以对邱首义真的是相当不满 之后邱老爷子在楼上看到邱首义竟然在打压邱浩儿 明明邱浩儿提的改变商场的计划挺好的 为公司考虑 可是邱首义为了打压邱浩儿 掌握公司实权 竟然否决了他的提议 还让他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这让邱老爷子对邱首义更加不满 而邱志斌呢 竟然酒驾跑路 让司机成叔来替他顶罪 之后被警察发现后害怕坐牢 又和成叔串供逃脱刑罚 这件事可把邱老爷子气得不轻 邱老爷子对这两父子继承人 真的是一个也不满意 而这时候邱家前大儿媳妇找到他 明里暗里希望他能给邱浩儿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所以邱老爷子这才在立委托书的时候 立邱浩儿为代主席 但是他也告诉律师 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想让邱浩儿敲打他儿子和孙子 压根就没想让他真做成真正的继承人呀 邱浩儿在前男友高骏的帮助下 成功摆脱了贿赂官司 恢复了邱氏集团的代理人身份 然而面对邱家二房提出 关于新加坡开设赌场相关提案的强硬态度 邱浩儿犯了难 邱浩儿自始至终都认为不应该碰赌业 不仅仅是因为这违背邱老爷多年的经营理念 还因为赌业的风险太大 是以债抵债的行为 根本无法解决公司当下的问题 然而面对这样的说法 邱氏二房依旧坚持己见 而作为对立面的邱浩儿 他们势必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 将不惜一切代价 邱首义一直是有野心的 要知道 他为了能够得到邱氏集团 算计了多少人 十几年前 为了和大哥邱首人 争夺集团的管理权 邱首义就没有了下线 谁先生出儿子 谁就继承集团 邱首义知道自己唯一的机会 便是抢先生出儿子 为此他在外面养了个外事少家壁 幸运的是 家里的和外面的都怀了孕 为宝万无一失 他特地安排二人到美国去代产 所有医生护士 都被要求是外国户籍 只为了后续的这一读招 礼貌换太子 没错 当年的邱首义正房所生的 就是现在的邱指兰 而邱志斌则是外事少家壁 所出的龙凤胎 几十年的秘密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被邱昊儿得知 而这也将成为他写之二房的 最大底牌 而处在昏迷状态的邱老爷 也确实是真的中风 虽然他在昏迷 但对外界的感知 却十分清晰 而这也成为他真正了解 家里众人的一个好机会 谁适合做邱是真正的继承人 然而邱首义定的规矩 却让人十分生疑 来探访的人 必须得到邱首义的允许 才能见到邱老爷 包括自家人 看来邱首义已经开始行动了 表面是为了邱老爷能够养好病 实际上为了避免邱老爷 接触到其他不必要的人 以免再次出现未知的委托书事件 说白了 就是将昏迷的邱老爷监禁起来 而针对新加坡赌场合作的项目 二房也没有就此罢休 一来联合公司内部人员放出消息 将大量裁员 为缩小开支 二来又通过银行关系 让邱昊儿吃闭门羹 无法延长还款待息 三来直接警告邱昊儿 再一意孤行就贱卖钻石商场 面对此情此景 邱昊儿无力只能妥协 确实自己的死穴 被二房拿捏得死死的 然而真的就这样了吗 不到最后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后续还会有什么反转 期待下集精彩继续 小悬念 剧中留下了伏笔 不知道大家看了有没有想法 邱家二房的小妈邵家碧 对于高骏的父亲 高成十分避讳 谈及到他 神色慌张 两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高骏和邱志斌一样 讨厌薄荷味的牙膏 他们会不会是亲兄弟 联系